永怀古迹 其二 杜甫 摇落身枝 颂玉杯 风流儒雅 亦无诗 畅望千秋 亦洒泪 萧条异代 不同时 江山故宅 空闻早 云雨荒台 起梦思 醉是楚宫 俱敏灭 周人指点 道金仪 一文 树叶凌落地秋季读你的诗行 深深地体会了你的悲伤 你风流的文采 儒雅的意表 也真堪称为我的师长 面对千秋往事惆怅不已 洒下泪水 虽然生在不同的朝代 但萧条感相同 楚国的江山早已消亡 空留下你的故宅和优雅的文章 那乌山云雨 云梦高堂 应是子虚乌有的梦乡 最感慨的是 楚宫尽已泯灭 因后世一直流传这个故事 至今传至经过时 周人还带疑似的口吻 指点着这些古迹 诸事 瑶落 貂蚕 凌落 风流如雅 指宋玉文采华丽潇洒 学养深厚渊博 萧条句 意味自己虽与宋玉隔开几代 萧条之感却是相同 故宅 江陵和归州 子归 均有宋玉宅 辞职子归之宅 空门早 四人已去 只有师父流传下来 云与荒台 宋玉在高堂附中 恕处之先王游高堂 孟怡妇人 自称乌山之女 临别时说 妾在乌山之阳 高丘之居 但为行云 目为行雨 朝朝暮暮 阳台之下 阳台 山明 在今重庆是乌山县 最是两句 意味最感慨的是 楚宫今已明夜 因后世一直流传这个故事 至今传至经过时 周人还带疑似的口吻指点着这些古迹 楚宫 楚王宫